看菜吃飯 農曆新年期間, 除了要吃好一點 還要選好意頭的菜 那就對了 星哥煮這一味, 大家一定會很喜歡 對, 今天是臘味煎豉菇餅 豉菇餅?豉菇是什麼? 對, 讓大家看看 我知道 你說吧 這是你代表什麼? 豉菇, 我就想起豉菇丁 對, 為何人說新年要吃豉菇餅 豉菇丁呢 就是希望明年有三個豉菇丁 小煉菇丁 不是, 這種幢鹉 豉菇不在, 我, 你可以再元了 我夠了… 豉仔, 你有多少個豉菇丁呢 有一個 我很滿溫了 先說這些 有怎樣處理呢 首先去刨一下 暫開始 洗 unquote開始刨一下 洗過的 洗過嗎 很乾淨 這些很容易買 people 對, 在街市也會買 但… 徐剪季節 通常是過年前後會有磁菇 而且這些很健康, 會吸很多油 如果過年吃得油膩多 吃點磁菇會健康 有沒有怎樣選擇才好呢? 還是這個時間很漂亮呢? 這個時間特別漂亮 而且看顏色, 淺色一點就漂亮 如果老的話會深色 那條釘就… 那條釘不要了 就是不愛的 對 不愛的… 其實我想問這個磁菇 它屬於什麼類型的食物? 它是像薯仔、芋頭 就不屬於菌類, 是一些… 種植 種植的 這些很種的 好 第一個步驟就是先用刨子 刨子先刨子 刨子先刨子 你要變成什麼?變成絲嗎? 對, 變成絲的 它這隻會不會有散? 這個不會有散, 像馬蹄般清清爽 如果平時有人用這些磁菇 除了這樣做, 還有什麼可以吃? 通常用過年時間會燜臘肉 因為很吸油, 所以特別香滑 是不是因為它本身沒什麼味道 所以也要靠臘肉再香一點 還有加口感? 對 這個帶甘苦味 如果中醫, 其實對我們的腎很有幫助 難怪吃完磁菇就生磁菇定了 對, 因為要補腎 你多吃一點, 永厚 你也可以 我看這位年輕人問了很多次 可能你… 幸好我有興趣 很有興趣 星哥, 我們先說一道菜 為什麼不直接切碎, 怎麼拌下去 我一半切, 一半切 好像做蘿蔔糕一樣, 讓它有口感 對, 一些切 切, 好, 這個就差不多了 好 這裡一半 它也會開始有點變色 對 這個就拍它嗎? 拍它 拍完再切 味道很粉狀 但是一切下去, 你看它開始已經… 爽的 很爽的 是 有點像馬蹄的樣子 沒錯, 但是有點大甘苦 好像吃涼瓜一樣 好像吃涼瓜嗎? 對 待會兒要調一下中和的味道 就是臘味, 是嗎? 對, 有臘味, 臘腸 有些法菜 現在過年時, 法菜比較好, 很容易 新年又可以吃這個 這個好, 這個很容易 吃完之後… 這個菜最重要是新年 可能有些喜慶的東西就選這個 我想問, 它的量大約要多少 才夠煮你一會兒的味道? 這個大約四兩左右 一家人都適合吃, 如果多一點就… 這個清洗, 其實也不… 買回來的時候, 用水裹一裹 對 接著剛才好像… 就批就可以了 批就行了 批就行了 它不是很骯髒, 不是很髒的 它還是比較乾淨的 回來沖一沖水, 就可以刨在皮上 就可以用, 很簡單的 好 這個就是為了加它的口感 所以要切這樣 對, 有一顆顆咬下去就爽口了 如果全部磨掉了, 就要粉碎 我們有兩個, 口感不同 那要切到什麼程度就可以了? 那就一顆顆了 差不多, 現在像什麼呢? 有點像蒜蓉 對, 像蒜蓉 試試試看, 不如變成蒜蓉 粗粒的蒜蓉 沒錯 像你之前做的椰菜花 那個椰菜花 對, 差不多 對, 遲高就完成了 接著要加什麼配料呢? 先加一些潤腸粒 已經蒸了, 再切碎? 對, 我們蒸了, 然後切碎 對, 接著是臘腸粒, 我們先看看 其實這個量也不少 有個比例, 始終不可以太多 否則味道就搶了 我們這些馬蹄 馬蹄? 真的有馬蹄嗎? 對, 馬蹄是甜的 這些慈膚是有點酷的 我們會… 中和 對, 中和, 有些蝦米 但我留意到你的蝦米真的很碎 你不是一隻小小的那種, 為什麼? 切碎了 為什麼不可以小小的那種? 太大會硬牙, 會硬牙 有些冬菇 可以一次過蒸, 再切就行了 對, 蒸完再切 有些蝦膠 蝦膠 切到全部的材料都很碎 對, 沒錯 蝦膠的目的是要保持它們嗎? 黏一點, 讓它稠, 是嗎? 因為如果沒有蝦膠, 它就不凝固 煎了就會散開 煎出來, 全部散開 但它的量不太多 你放蝦膠的那種 我覺得不是, 可能一會兒煎出來 都… 很多了 對, 已經很多了 對, 有些鹽, 鹽很重要 令起膠, 會漿回去 有些糖 這個胡椒粉 我們會放進去, 好 最後放些蛋白 蛋白 兩隻在這裡 兩隻 兩隻蛋白 目的是讓它抹抹起膠 對, 它一受熱, 蛋白會黏在一起 為什麼不加法菜? 對, 我看到有個法菜不用吃 那裡是最厚的 待會兒 包著它嗎? 對 新年通常法菜一定不少 二頭 我們要發財… 我們現在這樣捏起來好像沙律 對 你這次是剪餅, 還是剪一個小小的? 剪一個個, 像上次那樣 好 煎那個牛餅 好 我們放生粉 好 這裡大概兩茶匙左右 也是… 拌勻 拌勻 這個生粉放下去, 想它更滑一點嗎? 有水分, 有生粉就會黏在一起 就是吸水了? 沒錯 這個不錯 我覺得這個菜是新年期間 在新年之前, 可以家裡一家人 一起玩 譬如有浪家 或者跟孫兒子一起做也可以 做心形也可以 對, 可以一起攪 而且不是很複雜 你買了材料回來, 慢慢做 這些材料在街市裡賣得很容易 這個很容易 如果沒有蝦膠, 用鯪魚也可以 有鯪魚膠就比較方便 你剛才拿法菜呢? 法菜和芫荽棍 芫荽棍更香嗎? 芫荽棍令它更香 很香, 為何要開火 知道 我想問加多少油? 加兩匙羹左右 兩匙羹, 好 你說夠, 跟我說夠嗎? 夠嗎? 多加一點 是, 夠嗎? 夠了 好 我們可以加了 有什麼火嗎? 是中火的, 中火 對 我們慢慢從這裡側邊加 你現在是捏了一個球嗎? 對 然後再壓扁 然後再壓平 對, 沒錯 好 Iris, 幫忙壓就可以了 現在壓嗎? 還是稍後先? 要點少許油 要點油嗎? 在這裡, 這裡有油 對 慢慢小小, 溫柔一點就可以加 現在我升級做, 可以幫忙做這件事 對, 現在壓了, 學得來就對了 距離你成為人妻 雖然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不過現在應該要學好 現在學好, 再出徵薰廣告 太好了 不用了 要學定就對了 那我壓了 壓吧 我壓他了 壓, 不會散 不用怕 不會散 很少做的 很漂亮, 我覺得 對 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因為剛才看 有一點綠色, 你加了一點綠色 這些是否… 芫荽 芫荽, 對 整個色澤看起來很豐富 很豐富 整個感覺很新年 我再做多一件吧 好, 再做多一件, 好 好 我要壓壓 你越來越厲害了 真的嗎? 我想交給你了 好 我們輕輕地壓平 不需要太大力 你覺得他有厚度在這裡 對, 不要太薄 對, 太薄, 裡面的醬汁都沒有乾 我們可以打開大一點 還是煎至金黃色就可以了嗎 對, 金黃色就可以了 這個蔥菜也很方便 對, 很容易做的 家庭式也…一會兒就完成了 這個, 開始有了 差不多了, 很漂亮 對, 像鯪魚餅一樣很相似 那些鯪魚餅差不多了 對 但是池菇不是一年四個都可以吃 我們來一來火, 不用去焦 現在最後煎香了 我已經聞到香味了 很香, 還有腩味, 又有蝦 還有蝦米也很香 對 好 差不多了, 我們再開大小火 把油逼出來 通常炒東西, 怎樣炸東西也好 最後上碟一定要開大小火 令油會逼出來 要開多久才能逼到嗎? 有煙的 即是出道後看到有煙就差不多了 對… 好了 你感覺到有煙 我平時都會很怕焦 所以最後是很收拾的火 應該要反過來 我通常每次都是有心急 可能加大火, 等了一會兒 一翻的時候就焦了 對 通常都是這樣 這樣, 我們可以… 現在可以上碟 星哥, 現在的餅是否算煎好了 對, 我們通常都煎 煎完之後, 用吸油漬去吸油 這樣會比較健康 好 我們一邊放進碟裡 擺胃了 你有沒有說要蘸什麼醬? 我們會蘸辣椒醬 還有海鮮醬 但為什麼你要用這個煎瓶 不是這樣放在旁邊飲料? 如果煎的話會比較圓 如果這樣放進去, 會不漂亮 通常都是上碟 因為星星師傅你有要求 因為始終這個有喜慶的菜式 最重要是視覺上也要做得漂亮 對, 賣相也要好 煮菜的時候, 尾殼也要有要求 不是做完就放在這裡 你也要做得漂亮的菜式 這個就是辣椒醬 是 有些人喜歡這樣做 現在好像那些滑滑的 辣椒醬 然後我經常看到那些… 那個西餐… 我很少看到中餐在我面前擺盤 不, 但現在星哥做的 這個方法 其實很法式 差不多 這個辣椒醬 這個辣椒醬 這個賣相也很重要 是… 你看看, 一小小點就已經漂亮了 還有這個要怎樣 這個就是海鮮醬 是 這個又怎樣呢? 我們也會先擠出來 是 這個要守定的, 不會… 不是就不漂亮的 你有像雞過的 重新哥你這個細心的眼神 看到你對於食物質素的要求 它才是真正的暖男 沒錯 那就完成了 好, 真棒 好, 今天送給這個就是 辣味煎慈菇餅 那個… 今次看的有多點 來聊一會兒 你回到 Barn